每一個小朋友都打扮到很漂亮 來參加南道館一年一度的 幼稚公告書比賽 今年的公告書比賽 是由參賽的小朋友 跟老師做會割點故事的題材 很多小朋友 因爲情心無煙加風 冰冷風地 冰冷的主題 用很可愛的講法 鼓勵大家 改粉 改冰冷 那我們知道 幼稚園的小朋友 他大概都是四到六歲 一個四到六歲的孩子 他就要準備 所以三到五分鐘的故事 然後上台出於演說 這個對孩子來講 是相當有難度的 那我們從過去的經驗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我們幼兒園的孩子 在這個說故事的比賽裡面 他們都有 非常好的一個成績表現 這次的比賽分做三組 當然是來進行 除了小朋友 本身配合故事 精心打扮 還要準備很多其他的東西 有火 有燈啊 點點可以說是最最好的度 也將粉丹展出他們的創意 我今天來這裡很開心 我今天講的故事是 我才不放手呢 幼稚青蛙看到一條漂亮的繩子 幼稚青蛙 後來才發現 四蛇 幼兒的各項的發展 是受到我們最大的關注 那幼兒他有無限的發展空間跟潛能 這個發展空間跟潛能 就有待我們教育 給他各項的機會 那我想我們今天這個活動 就是在研發幼兒的潛能 跟成長的一個機會 相信在我們這樣的一個 努力之下 我們南多鮮的幼兒 他們一定會有更好的發展 那這樣的一個努力 也是我們南多鮮政府 教育處 未來持續的努力重點 有一個證明 是需要我們慢慢去發展的 出場表時 希望做到這次的比賽 可以背後他們表達的能力 本年靠材和公圍的機殼 也能背後你哪有好的活動習慣 以上五位麥 彩虹報道